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那么其实呢对英镑来讲既然局部结构已经打破了 那其实很简单就继续保持什么看这个震荡 就继续保持看这个震荡 对不对就好了就很简单 所以呢这个我们什么就是今天我们依据的这个操作的依据 就是在下方去接多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很简单了 就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 没有任何需要去添加的地方 就下方接多就完了 就完了 倒下来就接多就好了 好吧就很简单 那么当然可能有朋友说老师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画一个局部通道呢 来你要说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只要你想画对吧 肯定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你也看 这也是局部跟这个整体的关系 我们说整体是这里 局部呢是这里 那么相对来讲呢 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局部 如果你看局部的话 多点在这 看整体在这个下方 所以呢 我们从一个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来去讲的话 相对来讲可能我们还是会选择尊崇这个大的结构 大的这个结构 那你要去选择尊崇小结构 就是这个局部的结构 我不能说错 只能说我不这么建议 你可以去做 你可以去做 对不对 毕竟这个地方 说他有没有支撑 他肯定也有 这个谈起来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呢 这个 局部与整体 当局部与整体出现不一致 位置不一样 甚至相反的时候 那么我个人会选择尊重整体 那么局部可能会放弃 就假如让我去选择做多的话 那么我一定会等到下方 那我不会在这做 但是欧元的话 大家会发现 局部跟整体就差不多 对不对 就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OK的 这个是OK的 但是英镑就差一点 英镑就差一点 出现了局部跟整体不一致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个就是英镑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去关注下方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多 整体的一个多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原油 来先看原油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那么原油也是一样 这个乌克兰俄罗斯 那么随着这个刚刚 这个乌俄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原油又开始飙了 那么原油这一波飙上去的话 大家会发现 就是昨天 就前天 我们讲的这个原油的震荡 那么在这个地方 稍微刺破了一下 下来了 但是没有到下方来 在这停住了就上去了 那么大家会发现 我们去看整体的结构 我们说 基本上 基本上 可能就这个震荡 估计会被破掉 那么又是那句话 老生常谈了 就是这个位置 对吧 上去 你要正常要下下来 再上去 对不对 震荡 对吧 你看到这个地方不下了 上去了 那这个震荡 被破 就是实现问题了 好 那么 大家会发现 反应快的朋友 第一眼会觉得 老师 这里是正回档 对不对 对不对 一笔 两笔 三笔 对不对 这个就正回档 是不是可以空啊 首先 那 我要表扬 如果说你能够有这样 第一反应的话 回答 OK 那么说明你这段时间 一直跟着我 跟着刘老师的这个思路 是真的缺少东西了 好 那么 首先 我们从结构上来讲 没错 没有任何问题 正回答 一笔 两笔 三笔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妥妥的 好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做空呢 大家注意 由于现在的行情 它不是技术面催生的 而是由这个消息 由基本面去推动 所以这个时候 尽管这个结构很漂亮 但是 但是我们还是不会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 去 在这个位置去做空 去做空 对吧 万一待会儿坐进去之后 俄罗斯 突然整出什么叫俄子 对吧 说真的是 开炮了 这个出兵了 那挡得住吗 对不对 那么顺便就 冲摸天机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结构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谨慎 再加上本来原油的这个大方向 对吧 一直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多 对不对 是不是多 所以空我们一定要去谨慎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按照这个结构去做空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做呢 首先多点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用指望了 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用指望了 就是我们打开你看这盘面 你发现要去找多点 就哪怕你去找局部的多点 你都很难找到 对不对 是吧 无从下手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我们稍微激进一些 在某个高位去找空点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操作来讲 可能更加能落地 更加能落地 注意 我说的这个找空点 千万不要以为是这个回答 绝对不是这个位置 肯定在更高的位置 肯定更高的位置 那么这个高点我怎么去找呢 来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 干嘛 来 结构线 画起来 对我们 来 我相信大家 如果是一路跟着我来的 跟着我走的朋友的话 那么结构线的运用 应该是要至少你要会了 对不对 你要会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连接两个高点 做了结构线 就是这里 跟这里 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 这个结构线的上方 那其实还是挺远的 你看到没有 还挺远的 你看到没 大概有两百多点 你看到没有 但是大家注意 但是大家注意 以原油这个品种的脾气 其实两百多点 它真要标起来很快 其实也很快 你看嘛 大家看 从昨天的这个凌晨 到现在 就已经 就从这个位置开始 大家看到没有 从这里开始 昨天的凌晨到现在 目前已经标了三百五了 所以两百多 很多吗 不多 对吧 不多 所以呢 我们从操作的层面来去讲 那么我可能会建议大家 去在这个结构线的这个位置 去做这样的一波空 你哪怕是打一个点 那么都是OK的 打一个点 那么都是OK的 好吧 那么其实在这里 就是能够画出很多的结构线 也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这根结构线 就这两个取点 虽然我们直接展示的 给大家是最终的这个结果 但我去选择这个结构线 是中途呢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取舍的 因为之前 就是我自己就是在 露枣盘之前 我自己去画的时候 其实 我的过程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是有几根结构线 那么结构线呢 那么结构线的画的 这个画法 就是 有做了一定的这个取舍 做了一定的这个取舍 画了有几根 我把我画的那个过程 展示一下 好 那么 其实大概做了这几根结构线 虽然说 感觉上位置差不多 但是最终呢 我还觉得 就 以简单为原则 我们就把这个给去掉了 去掉了 就只留下了一根 只留下一根 就是我们刚刚画的这一个 好 所以的话呢 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结构线的上方 我们去可以做一个打点的一个控告 大家注意 我们的思路也是只做打点 只做打点 不要想到说去摸顶 去摸顶 摸到一个顶 然后一直打着 不要这样想 OK 那么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解盘 朋友们 最近世界不太平 大家这个交易控制到这些风险 好吧 好 那么明天同学 我们再会 拜拜